大家好,我是電影導演陳偉豪 我最近期的電影作品是《公英武漢鬼變成家人的那件事》 之前也拍攝過像是《紅營小女孩》系列《目擊者》還有《氣魂》 電影產業其實整個上下有的流程通常是非常的緊密的 當你的上映的檔期確定之後 你其實往前一回推你整個後製的那個時程 其實就會變成需要非常非常的緊湊 但是在這樣的狀態之下我們會發現 就是還是會有一些製作的流程 沒有辦法很有效率的被推動 像是後製階段的時候我們比較常 碰到的問題是譬如說後期中心 它把所有各部門需要的這個檔案開始整理好之後 然後會用兩個形式給我們 一個是外接硬碟 一個是可能直接上傳雲端 然後在特效拿到不管是連結 或者是外接硬碟之後 我們要花非常多的時間 可能花了大半天的時間 就是純粹在下載檔案 其實光下載下來到可以製作 已經可能是後天的事情 那這樣的話其實就會非常嚴重的影響 我們的整個製作的一個進度 去年的時候經過在線影響的特效總監 郭憲聰他的介紹之下開始使用了Synology 相關的一個系統 Synology 這是幫我們直接打造了一個 50TB容量大小的一個就是集中式的空間儲存 然後因為是一個私有雲的架構 所以我們從後期中心那邊開始拿到檔案之後 其實我們就可以直接上傳到我們自己的這個NAS 接下來我們所有公司的這個製作的同仁 可以直接用內網的方式高速下載 各自需要的工作的一個專案檔案 在這樣的狀態之下 其實我們整體的工作的效率 會因為有使用Synology NAS而整個大大的提升